土豪一家发起新的挑战 他们分别要去最好的酒店和最次的酒店度过24小时 转动转盘决定 老妈和老爸去只有10英镑的酒店 而土豪和女朋友去10万英镑一天的酒店 他们各自前往自己即将要入住的酒店 看着老爸和老妈一脸愁苦的样子 土豪这边就显得格外兴奋 他甚至有些迫不及待要去办理入住 土豪和女朋友来到酒店接待区 兴奋的土豪还在看着人们对酒店的评价 看到有人评论这里服务很棒 而且房间很漂亮 在这里住一晚保证可以终身难忘 两人兴奋的准备好前往自己的房间 老爸和老妈来到他们即将要入住的酒店门口 也在努力看人们的评价 结果看到有人说这里很糟糕 简直像是地牢一样 老爸和老妈更加忐忑 土豪和女朋友情绪还是很激动 他们乘坐电梯要去自己的房间 他们这次要入住的是位于酒店顶层的套房 整个酒店只有一间 两人打开房门 惊喜的直接捂住嘴 老爸和老妈来到他们的房间 也是在顶层 老爸苦中作乐的说也许他们的也是顶层公寓 但是打开房门一看 老爸和老妈两个人都崩溃了 破洞的房间墙壁 正在播放的电视 50厘米的小床 杂乱又恶心的环境 马桶里没冲走卫生纸 灯上和下水口充满各种污渍 满是水垢的淋浴头 浑暗的灯光 破旧的地毯 这一切都让老爸和老妈两人感觉到崩溃 再看土豪这边 两人正在为自己要入住的房间窃喜 房间里有一个家庭酒吧 巨大的电视 配备有三个冰箱 还有从电话板上垂下来的吊椅 再看中间巨大的真皮沙发 最重要的是这个沙发还能移动 他们感觉这一切就像电影中演的那样 旁边还有一个DJ台 房间里还有能容下二十人的餐厅 虽然他们并没有这么多朋友 再看卫生间 女朋友突然打开卫生间 只见土豪正在上厕所 看到借来的女朋友赶紧大声让他出去 二十六件第一行倒着打一遍 看看谁的故事更感人 他们又来到房间主卧 这里有一张巨大的床 还有箱在镜子里的电视 天花板上也有一面镜子 可以看见躺在床上的自己 主卧有一个巨大的布入式衣橱 女朋友坐进去都显得有些空 两人开玩笑的探讨 要不要在衣橱里度过一晚 还有布入式浴室 干净又豪华 女朋友打开卫生间的门 只见土豪又假装在上厕所 接着他们来到有两个淋浴头的淋浴间 土豪认为自己并不会用到这个 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东西 那就是翻转的热水浴缸 女朋友甚至都迫不及待的想要体验一下 相比土豪那边的舒适又豪华的房间 老妈和老爸就显得有些悲惨 看着这张窄小的床 老爸还在幻想躺下去也许很舒服 老妈坐在床上 结果直接背线进去 他们甚至都没有一张暖和的被子 两人只有一张毯子 虽然毯子看起来更脏 但老妈觉得有些安慰的是 房间里的电视还能看 老爸则纠结房间里 为什么会放置一个微波炉 老妈打开卫生间 里面只有一个衣柜大小 甚至连卫生间门都关不上 看完这个房间 老妈只感觉着像个房间棺材一样 更可怕的是 墙上的洞 天花板的裂缝 撕裂的地毯 不仅看起来糟糕 闻起来房间里还有一股臭味 土豪和女朋友则坐在沙发上 表示自己很喜欢这家酒店 现在他们打算去酒店健身房参观一下 看着健身房摆放得很炫酷的气泄 土豪很兴奋 和女朋友见起身来 老爸和老妈两人躺在窄小的床上 盖着毯子的老妈现在就想离开 老爸劝劫老妈再坚持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 突然老妈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掀起床单一看 床垫上有一坨黄色的烙印 看着就像是有人尿字 老爸和老妈决定再检查一下床铺 老爸拿出枕头一看都是黄色的 吓得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再看地板下面还有一些虫子 老爸和老妈有些无语 土豪和女朋友来到酒店餐厅吃饭 因为餐厅名字叫汉堡和龙虾 所以两人决定点汉堡和龙虾 看着上桌的食物 土豪再次赞叹这简直太疯狂了 吃饱喝足的两人又点了些甜点 女朋友迫不及待地趴上去咬了一口 老妈和老爸也感觉有些饿 两人想让餐厅服务送些食物来 但是酒店不提供服务 于是老爸拿出两罐豆子 打算用微波炉加热一下 老妈嫌弃地表示自己不想吃豆子 老爸高兴地认为自己可以吃双粪豆子了 结果微波炉确实坏的 只能量着吃了 再看吃完饭回到房间的土豪和女朋友 酒店给他们送来了一瓶气泡酒 两人打开酒瓶开始狂欢 王海乐的女朋友躺在沙发上休息 看着乱糟糟的房子 两人笑了起来 老爸在房间来吃着豆子 老妈突然刷到土豪发的他们狂欢的视频 老妈看着他们的房间心里极度不平衡 老爸突然想去厕所 老妈闻着抽味快要崩溃 老爸想要冲厕所 结果却发现马桶坏了 为他们接下来的时间默哀一秒 狂欢过后的土豪和女朋友 打算去享受他们期待已久的浴缸 却发现之前并没有运行放水 两人只能等待浴缸运行 之后坐在满是泡泡的浴缸里 两人无比享受 土豪女朋友按下旋转按键 整个人躺在满是泡泡的浴缸里睡着了 结果土豪发现他们之前加了太多的气泡液 现在都溢出来了 土豪女朋友坐在满是泡泡的浴缸里 假装自己晕倒 吓得土豪大叫 老爸和老妈坐在床上 听着隔壁传过来的声音 两人有些无语 天气有些热 房间里面也没有空调 老妈打算去冲个澡 老爸也去了浴室 老妈抓狂地看着老爸进去淋浴室 傻小的空间让他们看起来 像是杀丁鱼罐头一样 打开淋浴器 结果却没有热水 两个老妈赶紧从浴室里出来 泡完澡的土豪和女朋友躺在床上 土豪甚至在想如果有钱 就把这家酒店买下来 拿着刚刚酒店送来的热饮 女朋友喝了起来 这时候听土豪说这个床太大了 还能再睡一个人 也许应该再找个女朋友 女朋友听到呛了一下 土豪尴尬地说只是开玩笑 说完就搂着女朋友打算睡觉 再看老妈和老爸这边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钟 老妈和老爸也打算睡觉 结果老爸被虫子咬得不停地拍打身体 这时老妈突然也感觉有些痒 吓得从床上跳起来 只见床上有一只臭虫 无奈的两人只能睡在地上 还想看土豪一家发起 怎样有意思的挑战吗 关注我 下期见